欢迎来到三米阅读,阅读乐趣,三米启航,祝您听书愉快。 实现碳达峰,同时,力争在2060年前,排放的二氧化碳被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实现碳中和。 实现这两个目标,归根到底是保护环境的必然要求。 目前,人类对石油和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依然非常高。 虽然这些化石燃料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血液, 但燃烧化石燃料会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会引发温室效应,并最终导致一系列严重的气候问题。 因此,为了人类的未来控制碳排放,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势在必行。 不过,我们对能源的需求却不可能减少,那该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呢? 答案相信你已经猜到了,那就是大力发展以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随着太阳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比如,现在很多农村地区都已经开始在屋顶和山坡大规模铺设太阳能电池。 昔日的尖端技术正在走进千家万户。 不过,虽然产业前景一片良好,但是太阳能在普及推广的路上还面临着很多实际困难。 比如,最简单的,太阳只在白天出来。 如果未来大规模推广太阳能,那晚上的电力缺口该怎么弥补? 由此造成的电力输出波动,发电成本上升等问题又该如何应对? 这些问题,事关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切身生活,而问题的答案就在今天这本《驯服太阳》里。 本书从多个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太阳能产业的全景,既有商业前景分析,又有技术层面的讨论,既有历史中的研习,应用上的潜力,又有问题剖析与对策提供。 这种全面视角与作者的个人背景密不可分。 本书作者瓦伦·西瓦拉姆是一名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清洁能源技术,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城市化。 同时,他还是一名企业家,曾在印度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公司Renew Power担任首席技术官。 西瓦拉姆曾被时代杂志评为,接下来一百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人之一。 在太阳能行业颇受赞誉,物理学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让西瓦拉姆在这本书里没有局限于太阳能技术的科普, 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讨论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那么接下来,我就通过三个部分,来为你介绍这本书的内容。 第一,从古至今,人类是怎样利用太阳能的? 第二,在未来,太阳能又有怎样的优势和发展前景? 第三,太阳能产业面临着哪些困境,又有哪些应对方案? 我们先聊聊,从古至今,人类是怎样利用太阳能的?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中国人和太阳能打交道的历史其实非常悠久。 三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使用一种叫阳碎的工具。 太阳的阳,碎石的碎,就是一面用铜或者铜合金制作的凹面镜,可以用它来聚光生火。 到公元前七世纪,我们的祖先又开创了太阳能建筑的先河。 这类建筑的特点是作北朝南,冬天可以接收来自太阳的光和热, 夏天屋顶的屋檐则可以阻挡阵舞的阳光,以避免高温。 在此之后,人类又陆续开发了太阳能的多种应用, 比如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太阳能热水器, 近几十年来,太阳能发电技术突飞猛进, 它已经被人们视为太阳能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 而这也是本书讲述的重点。 太阳能发电的历史始于1839年, 当时法国物理学家埃德蒙·贝克雷尔发现了光伏效应, 他把氯化银沉入酸性溶液中提供光照, 并将其连接到两个电极上, 意外的发现两个电极之间会产生电压, 这是人类第一次窥见光照与发电之间的关系。 40年后的1879年, 英国工程师威洛比·史密斯发现, 由元素锡制成的半导体材料, 在光照下的导电性会增强, 在黑暗中的导电性会减弱, 具有发电的潜能。 1884年, 美国发明家查尔斯·弗里茨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 用锡材料制造出了第一块太阳能电池, 也就是光伏电池。 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半导体材料受到光照能发电呢? 这个谜题困扰了学界很长时间, 最终在爱因斯坦手里才得以解开。 简单来说就是, 光线中含有一个个微小的光子, 光子携带能量, 当光子到达半导体的表面时, 它就能把自身携带的能量转移出去, 转移到哪里呢? 目的地就是半导体表面原子的核外电子上, 这些电子获得了能量, 就可以脱离原来的运行轨道, 变成可以自由移动的电子, 当这种自由电子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 电流就产生了, 光就是通过这个原理来发电的, 不过掌握原理与实际应用之间, 还存在着很大距离。 最早的西光浮, 光电转换效率非常低, 只能把约0.5%的太阳能转化成电能, 也就是说, 电池效率只有0.5%, 显然还不具备多少实际应用价值, 为了实现对太阳能的商业化应用, 科学家们在提升电池效率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53年, 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位研究员, 合作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半导体硅制成的太阳能电池, 尽管这个电池的效率只有2.3%, 但也已经完胜以往的锡电池了。 第二年, 他们又在最初尝试的基础上, 把效率提高到了6%, 如今经过几十年发展, 硅电池的效率已经提高到了26%, 有了巨大的进步。 电池效率不断提高, 政府推动也必不可少, 在普及太阳能的道路上, 先后有多个国家在政府的推动下成为行业的引领者。 第一个引领者是美国, 硅电池技术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诞生和发展的, 美国政府也曾十分重视太阳能产业, 不过美国对太阳能产业的投入总是随着国际油价的波动而变化, 往往是油价一上涨就提高对太阳能的投入, 油价下降时又会缩减。 所以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 美国太阳能产业占据了全球市场的85%, 但这一优势没能延续下去。 到90年代, 随着美国对太阳能产业支持程度的缩水, 日本和德国趁机成为行业的引领者, 培养出了三阳、夏浦、西门子等多个太阳能行业的领军企业, 把全行业的规模扩展到数十亿美元的水平。 接下来, 真正大规模推广太阳能, 让太阳能变得平民化的引领者是中国。 2005年时, 中国在太阳能产业中还只是一个小角色, 但是在接下来的五年里, 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大力支持太阳能产业的扩张。 在此之后, 中国企业生产了全球一半的光伏, 同时还大幅拉低了制造成本。 光伏的原材料为多金贵, 在2008年时, 每公斤还卖400多美元, 可到了2010年, 价格就已经下降到50多美元。 市场的大洗牌最终结局是,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和消费国。 目前, 全球太阳能产业已经基本成熟, 行业结构也基本稳定, 人类利用太阳能的历史进入全新篇章。 回顾完历史,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未来, 一起聊聊, 未来太阳能又有怎样的优势和发展前景。 控制气候变暖是全人类的必打体, 而要想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就必须发展替代化石能源的各类新能源。 这些新的能源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核能、 风能、 水能、 太阳能等等。 既然选项这么多, 我们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太阳能呢? 又或者说, 在这些选项中, 太阳能有什么优势呢? 其实, 太阳能的优势非常明显。 首先, 太阳能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太阳每秒钟产生的能量中, 只有二十亿分之一会以阳光的形式到达地球。 但即使是这么小的比例, 这些阳光所携带的能量, 也已经是人类所需能量的一万倍以上。 作者计算过, 要满足美国的全部电力需求, 只需要把德克萨斯州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一, 拿来铺设光复就行。 所以, 使用太阳能, 我们完全不需要考虑这种能源够不够用的问题。 其次, 太阳能非常环保及安全。 在上世纪, 核能曾为人们给予厚望, 发展速度一度非常之快。 但是, 经过几次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后, 人们对核能的担忧情绪开始愈发强烈。 目前, 在全球范围内, 很多国家已经在逐步放弃核电。 最明显的表现是, 核电的发电量在1996年就达到世界总发电量的17.6%。 但是, 从那之后, 这个数字就一直在下降, 到2016年就只剩下10%了。 核电的逐渐掉队有多方面原因, 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人们对核电安全和环保方面的担忧。 相比之下, 太阳能发电对环境的损害程度非常小, 因而很少受到环保和政治方面的阻力。 此外, 太阳能对气候和地理的要求相对较低。 你想想, 核电站大多需要建造在海边, 水电站需要有河流经过, 风力发电站需要当地常年刮大风, 它们都对一个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 地球表面的几乎所有地方都有阳光, 虽然光照量有多有少, 但只要有阳光, 就有通过太阳能发电的可能性。 太阳能的另外一大优势是, 它能形成微型电网, 与大型电网构成互补关系, 造福更多受众。 中国的电网建设十分完善, 所以我们的切身体会可能不明显, 但是世界上其实仍有十亿多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 还有更多人的电力供应时段时序很不稳定, 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和南亚地区, 这些地方往往战乱频发经济落后, 要想满足当地人的电力需求, 没法指望当地政府建设大规模电网, 这时候由光伏主导的微型电网, 就成了一个更现实的选择。 虽然没有大规模电网那么稳定, 但是这种微型电网可以以较低成本向极端偏远的地区供电, 也可以在大规模电网向偏远地区铺设的过渡期, 作为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案, 对于那些已经建立起成熟电网的地区, 微型电网还可以作为灾难来临时的一个后备电源, 保障局部地区的临时供电。 你看,太阳能的优势其实真不少, 它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对环境友好, 对气候和地理的需求相对较低, 还能满足落后偏远地区的电力需求, 提供电网故障时的备份方案,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让太阳能有资格成为人类未来的主流能源, 既然如此, 它的发展前景又是怎样的呢? 在2016年之前的20年, 全球光伏年产量, 一直以每年约40%的速度增长, 带来的结果是, 如今太阳能发电量, 已经能满足全球2%以上的电力需求, 而且光伏累计产量每增加一倍, 其制造成本就会下降约20%, 良好的发展势头和逐渐下降的成本, 都为太阳能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更重要的是, 太阳能在未来势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作者估计, 到2050年, 要想把全球变暖的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 就需要确保太阳能在电力结构中的所占份额超过三分之一, 这个比例与德国定下的21世纪中叶目标基本一致, 而2016年德国的太阳能发电量只占总发电量的约7%, 你看, 就算是对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 太阳能普及率还要提高四倍多, 而对世界平均水平而言, 普及率更是要从2%提升到30%, 这个宏伟的目标既意味着挑战, 同时也给太阳能行业带来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太阳能优势众多, 前景光明, 但是要想成为未来的主流能源,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接下来的第三部分, 我们就来聊聊太阳能产业都面临着哪些困境, 有什么应对方案, 很明显, 太阳能发电的最大局限, 是只有在阳光照射时才能发电, 而一天之中有白天有黑夜有晴天有阴天, 就算是晴朗的白天又分为阳光最强烈的中午和光照强度较弱的早上和傍晚, 所以太阳能发电的功率总是会随着时间和气候的变化而波动, 一系列困境也就随之产生, 第一个困境是太阳能的电力输出很不稳定, 要想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 就必须扩大太阳能的总装机量, 但矛盾的是装机量越大, 太阳能输出功率的波动就越大, 晴朗的中午发电功率可以达到峰值, 但晚上就会缩小到零, 如果出现不稳定的天气现象, 比如云层遮盖, 可能上一分钟太阳能还在满功率发电, 下一分钟发电功率就会大幅下降, 以德国为例, 2016年德国的光伏满功率发电时, 可以满足全国25%的电力需求, 但与其他时间段一平均, 太阳能发电量就只占总发电量的7%了, 25%和7%之间的差距, 足以体现太阳能电力输出的不稳定, 假如未来要实现太阳能发电占比三分之一的目标, 就很可能意味着中午时分, 太阳能发的电可以满足社会的全部需求, 但是到了晚上则需要完全依赖其他的发电形式, 这也引发了第二个困境, 那就是太阳能的价值通缩, 意思是随着太阳能普及率的提高, 太阳能为电网提供的经济价值就会不断缩水, 有测算表明, 当一个电网15%的电力来自太阳能发电时, 太阳能的经济价值就会比最初下降一半以上, 这是因为为了配合太阳能发电, 电网需要接入多种其他发电系统, 这些系统本身就会带来更多建设成本, 而且电网中接入的光伏越多, 需要其他发电系统调节的波动范围就越大, 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电力系统的整体维护成本, 所以结果就是, 太阳能占比越大, 电网的综合成本就越高, 太阳能的经济价值自然也就越低, 与此同时, 第三个困境也随之出现, 那就是电力系统的可靠性会下降, 为了配合太阳能发电, 其他发电系统白天都需要一定程度的闲置, 直到傍晚再提高运行功率, 而维持系统待机不仅需要大量成本, 发电机每天的重复启停, 也会增加设备的损耗和故障率, 同时, 因为太阳能的发电功率不可控, 如果过多的光伏接入电网, 也会增加电网负担, 可能造成线路过载, 比如, 靠近德国的匈牙利, 波兰和捷克等国就曾抱怨, 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德国经常把剩下的太阳能电力, 分流到自己国家, 这种行为损害了这些国家电网的稳定性, 提高了故障发生的可能, 以上这些困境, 都阻碍了太阳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最明显的表现是, 世界太阳能发电份额最大的五个国家中, 有四个国家在达到5%至10%后, 就停止了进一步上升, 那么, 面对这些困境, 太阳能产业又该如何破局呢? 本书作者认为, 应该在商业创新, 技术创新和系统创新三个方面发力, 让我们逐一了解一下, 首先是商业创新, 资金问题往往就是最大的问题, 只要有足够的财力, 很多困境就容易克服, 所以太阳能领域的商业创新必不可少, 根据预测, 要想把全球变党控制在2%以内, 那截至2040年, 全球还需要2.5万亿美元的额外投资, 这么多钱从哪来? 光靠太阳能公司自己投资, 是远远不够的, 作者认为, 商业领域的创新可以助力解决资金方面的问题, 比如可以把太阳能资产进行证券化, 也就是把一系列太阳能建设项目打包成一家上市公司, 通过出售这家公司的股票来筹集资金, 从而进一步投资更多项目, 这就为太阳能产业提供了不断扩大的资金池, 而且把多个项目打包, 还能有效降低项目的整体风险, 就算某些项目失败了, 也不会对整体收益产生太大影响, 目前在美国等国家, 太阳能领域的商业创新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 作者提到的第二种创新是技术创新, 这方面我们详细说说, 目前硅电池是行业的技术主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硅电池的效率目前已经达到26%, 科学家们预测, 理论的最高效率是29%,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 硅电池都发展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效率还是这么低呢? 这其实和光伏的发电原理有关, 我们刚才说过, 太阳能发电的本质, 其实就是把光子的能量传递到电子上, 从而形成电流, 理论上, 如果光子把能量都转移到电子上, 那发电效率就是百分之百, 可实际情况却远没有这么理想, 因为要让一个电子从原子中挣脱, 那它获得的能量需要超过一个特定的预值, 如果光子的能量低于这个预值, 电子跑不出来就无法形成电流, 而如果光子的能量大于这个预值, 电子也只能吸收这么多的能量, 多余的能量就会以热能的形式浪费掉, 而且如果硅电池里的硅晶体不够完美, 有缺陷或者有杂质就会阻碍电子的流动, 不同电池之间的接口缺陷也会阻止部分电子到达外部电路, 这些因素都会造成能量上的损耗, 所以在现有的硅电池技术下能达到26%的效率, 其实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想进一步提高效率也可以, 比如提高电池里硅晶体的纯度, 但制造成本也会大幅上升, 这在商业上是难以接受的, 当然除了硅以外, 科学家们还开发了很多种用其他材料制成的太阳能电池, 但这些新型电池要么成本更高, 要么效率更低, 都很难在未来真正替代硅电池, 相比之下, 最有希望获得突破的技术是钙态矿电池, 这种电池有很多优点, 比如它能自发形成近乎完美的晶体, 制造起来相对简单, 还能制作柔性电池, 比坚硬脆弱的硅电池应用范围广得多, 最重要的是, 钙态矿电池的理论效率很高, 也就是说理论上, 这种可以多层半导体叠加的电池, 单层最大效率就能达到33%, 叠加三层之后就可以达到50%, 远高于目前硅电池的实际效率, 前景相当光明, 不过面对太阳能行业的困境, 光提升电池效率并不够, 我们还需要开发更先进的能量存储技术, 在太阳能输出功率高时, 把多余电力转换为容易储存的, 其他能源形式, 并在输出功率下降时释放出来, 作为对电力缺口的弥补, 在这里, 光靠现有的锂电池来存储电力, 是远远不够的, 不仅成本过于高昂, 而且难以实现大规模长时间的存储, 作者提出, 利用阳光产生氢气, 就是一种不错的思路, 通过太阳能产生的多余电力, 可以把水分子分解成氧气, 和作为清洁能源的氢气, 这其实就相当于, 以另一种方式, 把太阳能存储了起来, 更先进的电池, 和更完善的储能策略, 可以大幅减少太阳能的输出波动, 提升其使用价值和可靠性, 作者提出的最后一种创新是系统创新, 顾名思义, 就是在整个电网的系统层面进行创新, 虽然一个地方有黑夜有白天, 但阳光总会照在地球的某些地方, 如果我们扩大电网的规模, 使其覆盖非常大的地理范围, 就可以让整个电网中, 总有一部分光伏处于发电状态,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昼夜和天气变化, 带来的发电波动, 理论上, 如果把世界各国的电网都连接起来, 打造一个全球超级电网, 让光伏遍布世界各地, 那太阳能的各种困境, 就能从根子上得到彻底解决, 当然, 考虑到技术和政治问题, 目前超级电网还只算是一个愿景, 目前阶段性的努力方向, 是先尝试连通邻国之间的局域性电网, 除了扩大规模以外, 系统创新还包括提升电网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通过借助更智能的算法, 实时调整电网的总体供需, 比如, 当过剩的太阳能充斥电网时, 算法可以通知某些工业用电大户提高用电量, 把这些能源消耗掉, 或者控制每家每户智能电器的状态, 使其以最合适的功率运行, 并提前把电池充满电等等, 微软公司现在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常识, 因为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中心往往耗电量极大, 而很多数据操作的时间段是可以灵活安排的, 所以, 微软现在就在通过机器算法, 借助过去的记录和现在的天气数据, 预测光伏的实时发电量, 从而调整数据中心的运作水平, 以最高效的方式利用太阳能, 在系统创新方面, 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思路, 那就是通过万物互联, 巧妙的调动系统中的现有设备来存储电力, 我们刚才说了, 虽然锂电池的成本太高, 不适合长期大规模存储电力, 但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 这些汽车内部的大容量电池, 也可以作为平衡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实时调整充电功率, 适当的对电网进行充电放电等操作, 实现对太阳能的更合理利用, 好, 说到这儿,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讲的差不多了,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太阳能有很多优点, 比如不用担心能源枯竭, 安全环保, 方便为偏远落后地区供电等等, 科学家们估计, 为了控制气候变暖, 到本世纪中叶, 太阳能要满足人类多达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 而今天太阳能发电量只占世界总发电量的百分之二, 对太阳能行业来说, 从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十, 这既是一个目标一个挑战, 更是一个机遇一个前景, 不过太阳能也有自己的局限, 那就是只有在阳光下才能发电, 这就造成了电力输出不稳定, 价值通缩, 可靠性不高等一系列困境,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作者提出, 未来我们应该在商业创新, 技术创新, 和系统创新这三个方面努力, 利用更多元的渠道融资, 开发更高效的发电技术和储能技术, 扩大电网规模, 提升电网的智能化和协同化水平, 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新, 让太阳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最后, 我还想通过太阳能的例子, 和你分享一些辩证看待创新的思考, 今天, 太阳能产业并不缺乏创新, 比如, 多晶硅生产商, 在研发新技术提高硅晶体的纯度, 晶圆制造商, 在使用新工艺减少对原材料的浪费, 电池制造商也在开发新流程, 不断压缩硅电池的制造成本, 种种这些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 推进了产业链的发展, 但问题是, 硅电池效率的理论极限, 已经能一眼看到头了, 这时候再投入大量资源, 在硅电池领域进行小修小补式创新, 真的划算吗? 对于研发机构来说, 在已有路径上持续创新, 确实更能看见短期收益, 也更加稳妥, 但这种创新很可能会逐渐锁定现有的技术路线, 占据本就不富裕的研发资源, 独死可能更加优越的其他潜在路径, 我们当然需要创新, 但并不是所有创新都符合我们的长期效益, 比如, 相比于在硅电池领域的小幅创新, 我们可能更需要太阳能电池材料, 太阳能储存和电网智能化方面的颠覆性创新, 颠覆性创新的代价当然很大, 它往往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投入, 更大概率的失败, 但不迫不力, 它对整个行业和人类未来的影响势必也更加深远, 因此, 不管是太阳能还是其他领域, 我们都不能只满足于小修小卜式创新, 颠覆式创新永远是必不可少的。